大家好,很长时间没有聊俄乌战场的事情了 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些战场的新动向 另外给大家揭秘一下 这个乌克兰使用的战略方针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答案 最近在乌克兰战场传来了两个消息 这两个消息都是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的 因为大家知道在乌克兰东边 实际俄军占领的是两块地方 一个是顿涅斯克跟卢干斯克 这两个地区是连到一块的 他们在乌克兰的东北部 这块是跟俄罗斯接壤的 另外就是在乌克兰的东南部 还有一块就是赫尔松这一块 也是被俄罗斯占领的 然后还有黑海里面的克里米亚半土 就是现在俄罗斯控制乌克兰的 就是这三个地区 那么现在有一个情况 就是乌克兰军队运用远程打击能力 把这个赫尔松地区的一个桥梁给扎断了 那么这个桥梁扎断以后 就是切断了在赫尔松地区的俄军 跟东北部地区俄军的联系 这样的话就能阻止这个赫尔松地区的俄军 北度低点薄荷 这个来说对俄罗斯是非常不利的 这样的话它的旗就很难送到这个赫尔松地区 那么赫尔松地区的俄军也将陷入孤立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据说现在俄罗斯准备把赫尔松地区的这个部队 撤到端涅斯克这一块地方 就是说准备放弃这个赫尔松地区 以前他想的是从乌克兰东部 南北加级这样子慢慢的蚕食乌克兰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可能会放弃赫尔松地区 把这个部队都集结在乌克兰东北部这个地方 现在是这个陆地上的情况 然后在这个克里米亚半岛 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 就是乌克兰军队运用无人机 已经连续两次 封占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机场 那么一旦把这个机场炸完以后 克里米亚半岛也基本上就成一个废岛了 因为他本来在这有黑海舰队 然后这么几个月下来 主力舰船 也基本上被乌克兰所击毁 就等于说他再站到这个克里米亚半岛上 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所以这个俄乌战争可能会有一个很快的转变 在我来录这期节目之前 这个前方又传来了最新的消息 就是从克里米亚通向乌克兰的这座大桥 现在也招到了乌克兰军队的空袭 不知道这个大桥被炸毁没有 那么大家综合这几个情况来看 可以说俄罗斯在赫尔松地区的军队 还有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军队 也许就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最后呢 就看在乌克兰东北部这一块啊 能支撑多久 那么俄乌战争从这个开打以后啊 人们就觉得这个乌克兰的打法呀 比较新颖 也像是一场高科技下的游击战 反正呢 也没有出现什么大规模的战斗 但是就是这样搞来搞去呢 这几个月呢 也是把俄罗斯军队啊 搞得没有办法 他们对这个乌克兰这边呀 也没有更好的策略 来一举拿下乌克兰 这就使得呢 俄罗斯也很被动 那么现在呢 西方的一些军事研究所呀 就给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术呀 给了一个定义 叫做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呢 取得战争的胜利 这个呢 是给乌克兰这场战争的一个定义吧 实际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 这个定义还是比较准确的 就是乌克兰的所有的环机呢 都是建立在高科技的武器装备前提下 而且这个打法呢 也是为了配合这种高科技的武器装备 从来没有跟俄罗斯发生一个大规模的冲突 就是连几百辆坦克的对攻呢 也没有出现过 包括空中这种战机的对攻啊 也没有出现过 地面人员的这种集团冲锋呀 这种情况啊 都没有出现过 就是这场战争呢 打的跟我们看到以往的战争啊 都不一样 包括美国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 那么也是集结了很多地面部队 然后空中炸弯 然后地面攻击 是这种情况 对不对 实际最初俄罗斯呢 也想用这种空中跟地面的强大攻势呢 来拿下乌克兰 但是呢 那个战术啊 确实很老旧了 特别是像俄罗斯这样的 后勤呀 科技力量呀 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 他就打不出那种战斗的气势了 所以呢 你看他打了三四天就停了 这就是没有后勤 也没有这种高科技的侦察 更没有空中火力的支援 所以这个进攻一方的俄罗斯呢 打的也很难看 然后再看乌克兰呢 他就是采用打敌人的这种关键部位 来消耗敌人的办法呢 来阻止了俄军推进 而且逐渐是极小胜为大胜 现在你看看 俄罗斯可以说是败局已定啊 实际按道理来说啊 如果美国跟这个北约呀 对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支援充足的话啊 乌克兰应该到现在呢 就把俄军赶出去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 前段时间呢 这个泽连斯基就说过嘛 我们需要二十门海马斯火箭炮 实际可能到现在呢 给这个乌克兰呢 可能只提供了八门吧 而且打击范围都是八十公里的 这个火箭炮 并没有给他那个 打三百公里以上的火箭炮 也没有提供更多的数量 因为这个美国跟这个北约呀 就想借着这个战争呢 把俄罗斯耗死 所以他提供的这个武器呢 也是一点一点提供 就像这个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呢 刚好能抵得住俄罗斯的进攻 就这样把俄罗斯慢慢的耗 看谁能耗过谁 因为你俄罗斯本来彩力就不行嘛 这个乌克兰背后呢 是整个美国跟北约 从这个长眼来看啊 这种消耗战 俄罗斯肯定是要失败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啊 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呢 还确实是有他们的闪光点 就是首先这个战略战术呢 制定的非常正确 他们的这个战略指导方针呢 也非常正确 就是在不进行大规模战斗的前提下呢 取得这个战场的胜利 我觉得这个指导思想就很先进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的部队就能化整为零嘛 而且在拥有的这种太空优势 主要是这种信息优势的前提下 那么他们再加上这种高科技的武器 他们这种战术就得以实现了 所以大家到现在呢 就应该看明白 就是现在的战争形态呀 已经改变了 俄乌战争呢 就是一场预演 就是在面对这么强大的俄罗斯的时候呢 乌克兰在这种战术思想的指导下呢 他居然能打赢这场战争 可以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啊 战争的形态呀 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所以那些五毛粉红想象的 攻打台湾那种场面啊 我敢说呀 大部分的人那个大脑呀 还是停留在那个二战那种场面的 实际到现在呢 这个战争形态已经完全改变 那么大家呢 也可以运用乌克兰的这种战略思想呢 去回顾一下乌克兰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战斗 看看这个战术是不是很有效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